香港時駕晚上12點 這一節都是講戰爭的 但是這個 其中一節的新聞其實 兩節的新聞也是的 其實黨媒都有講 但是我看完黨媒的報導之後 我就覺得 北韓是一個Hot Song 韓國是一個Hot Song 韓國這個Hot Song隨時配合台灣的Hot Song 而且中國的情況應該很糟糕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想說北韓的時候 其實我是留意到Now的新聞 引述韓原社說 他就說 金正恩曾經了解過 如何解決開城飢荒的問題 開城其實是北韓第二大城市 它很接近南韓 它是京畿道的一部分 以前開城是北韓三百姓以南的 但是當時因為那個南韓的停火戰的形勢 就變成了 在韓國朝鮮半島東面的三百姓以北的地區 現在是南韓實質管轄 相反 有一部分在西面三百姓以南的地區 就是北韓實質管轄 而很不幸開城就是這個城市 其中一個 那開城曾經一度有一些 韓國的資本 南韓資本的公司 在那裡投資開廠 以前我在南韓都買過一些很便宜的衣服 其實是在北韓製造的 那個叫做開城工業團地 那裡 因為開城你要運一些東西過來 用火車或者用公路 你如果不是有一個DMC的話 其實開城某程度上應該是漢城的 即首爾的一部分 應該會變成首爾的一個附屬城市 如果南韓統一的話 第一個受惠的城市一定是開城的 因為其實一直以來 DMC都阻礙著首爾的擴展 即首爾只能夠向岩擴展 不可以向北擴展 但是它之後就可以向北擴展 而且交通的便利度很高 它就有可能變成 好像現在東柏一樣 但是現在就很不幸出現飢荒 如果開城出現飢荒 開城的情況就很差 因為這些呢 金正英一定是 當然你平常會否飢荒 我就不知道 但是開城飢荒 航園社收到封 就很正常的 因為很簡單 因為那裡真的很接近首爾 所以基本上呢 韓國可以透過 截取爾的tronic signal 或者 一些 就算情報人員出入 那些都相對容易得到情報 這些東西就真的 所以這個消息的可信度很高 因為那個不是平洋 是要開城的 開城就很容易得到情報 開城都出事 你可以想到就是 因為這個理論上呢 中國是會保證到北韓的 那個糧食供應 應該是 應該是 但是為什麼會 開城餓死人呢 這個問題就是 中國的糧食公司 也有問題 因為中國不是糧食出口國 中國糧食入口國 現在就明白為什麼 金正恩說 想參與俄羅斯戰爭 我說我派一些軍人過去 但是我猜普京 未到最後一刻都未必就是 因為第一 如果他派軍人過去呢 其實他言下之意就是 想你 我呢 幫我解決這十萬軍人那個 火食問題 就是說 你說炮灰什麼都好 這十萬個人 第二就是 他想用一些實質的奧母 因為俄斯是糧食出口國 OK 俄斯怎樣都是糧食 主要糧食出口國 這個沒得說的 他怎樣都是小麥 這些糧食的主要出口國 那北韓人吃到小麥的嘛 他也吃了麵的嘛 北韓人吃了麵的嘛 你給他小麥他就會變麵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俄斯被制裁都沒關係 反正北韓都常見被制裁 俄斯和北韓就是 用 他的人的軍事服務 換你俄斯的糧食 不想正英應該是打了這個算盤 因為中國沒有辦法給他多糧食 中國 這樣就大這件事 你現在想起 為什麼我無故講這件事 第一件事 對香港人的言誓就是 如果北韓都不夠糧 你想一下 而那個原因是 中國沒有辦法保證他的糧 中國不是以前老江年代嗎 柳老江武戶年代 北韓饑荒 中國沒有給糧食 原因就是因為 那時候中國是親美的嘛 那時候 你北韓一天在搞屎尿屁 氣狗納索 我當然是怎樣 我當然是 我真的是 我2012年 在聯合早報寫說 要解決北韓問題 那個時候 背景其實那時候就是 胡錦濤 年代的尾聲 那時候就是 應該要解決北韓問題 是最好的時間 那時候 因為中國和美國關係很好 但是現在 你大哥 那時候 那時候真的中國和北韓關係不好 那時候 但是現在不是嘛 現在你習近平是很... 現在你是會撐北韓的嘛 因為你沒有什麼人可以撐嘛 OK 你都扶植了個甘與正上來 是不是 甘與正都實際上去抓他 你現在你... 而且北韓可以幫你 在... 不善牽制日本 你怎麼都會讓他吃飽飯 但是現在我看不是 不是 習近平就是故意 不讓北韓吃飽飯 OK 我覺得是故意的 這件事 為什麼... 金正一只有兩個選擇 你一是就投尾 但是我猜猜他 他沒有這個渠道 也不敢 國際社會不相信他 他要投尾的話 特朗普那時候 他要投尾的 我都說 如果特朗普那時候 他果斷做決定投尾的話 我猜現在金正一 就不用這麼慘了 如果特朗普那時候 果斷投尾的話 金正一應該 周圍瘋狂快活 你現在明白 為什麼我說 金正一有可能會棄過 就是金正一爭氣身不由己 我之前的說法 為什麼我有這樣的觀察 有這樣的原因 因為北韓這個國家 管治水平 你看這張照片都明白 金正一就好像笑笑口 但是他旁邊的那些全部都是苦瓜崗 以前 隔離左右 你談怎麼見軍 那四種的苦瓜崗 都在拿去槍斃 但是現在 怎麼敢拿去槍斃 為什麼他拿去玩炮訣 你怎麼炮訣 他都覺得沒有所謂 反而餓死 一日就炮訣 你隨便按一按一按 對他來的 都未必有所謂 但是我懷疑 習近平是故意的 因為 這個就接下去 第一 中國是不夠人吃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這個就是我接下來要說的 如果現在 北韓 因為現在北韓發紅惡 他就見軍節 那時候 他說 可能見軍節 閱兵 他現在要加強戰備 要準備作戰 現在我就在懷疑這件事 北韓最後餓到 溫飩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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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真是怎樣 顧著一閘 對著南韓發動戰爭 就是中國容忍他 事而不見 任由他 甚至 如果你美軍 你要守衛南韓 那時候 我習近平就乘機拼猛打了 這個才是最危險的 因為習近平這個人 為了 你想想北韓那些韭菜人命 他都無所謂的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他現在的做法 習近平就是 由得你北韓 餓得你被迫 怎樣 可能要對南韓一戰 對南韓一戰 南韓有事 日本很難不出手 日本和美國很難不出手 因為南韓也是有重要半導體的 Samsung也不重要 Samsung也重要 Samsung的晶片都要用 那些傻瓜 Samsung是主要快閃的 南韓主要快閃的 一體大國 你沒有他 都是會撒嬌的 現在他的做法就是 我 有什麼事 我剛才說 你金正英 你搞狗不合 南韓 即是詳盾 能否贏到他 他不在乎 據我認為 主要目的是 牽制台灣 在習近平四位水狗人打仗 這就是他最邪魔妖道的地方 這件事情 我覺得習近平真心很糟糕 真心很糟糕 這才是一個我覺得 對各位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你現在 你習近平四位 你現在說的 你這條矮了四處點火 四處點火 你現在北韓這個 你餓到這樣 你出現飢荒的時候 你餓著肚子打不到 No 餓著肚子 你餓著一群人才跟你打 習近平是這樣想的 我出去打 我有機會吃飽飯 我至少出去打 因為很簡單 我出去打 也可能會有人 一開始就投降 如果他那些人 不怕觸電了 又有辦法走 但投降 我以為投降 吃飽了才說 至少都先吃 投降肯定能生存,不回去的,但是投降肯定能生存 接著有些人想起軍隊伏役,至少可能自己有機會吃飽 接著可能他伏役期間,家人有機會吃飽 已經卑微到這樣的一款,因為北韓人真的不知道人家河外美食 很久的,這個地方真的沒有什麼前度,這個地方真的不知道什麼叫食物 我懷疑他們,真的 他們看到是一些人吃的,為什麼覺得這樣一流,第二有機會吃已經是很好的 那時候的那班人不出去博,飢餓戰法啊,這些就是毛澤東啊 習近平那些人渣才想的 所以習近平現在周圍水溝的人打仗,接著他就可以打算拼堂回來 你說朝鮮本島不危險? 你朝鮮本島不危險?我真的不太相信,朝鮮本島不危險 現在的氣,我都說了,由今年開始計算 你由氣球事件,習近平被人炸春 被人炸爆春袋 那個象真的很差,炸爆春袋真的很差 炸爆春袋真的很差 炸爆春袋,被人炸爆春袋 好了,你都發生了 你已經知道,其實你中美遲早開一部片 在本土遇襲 如果你中美遲早開一部片,他閘了沒有 反正我隨早可以跟你開片 和被玩弄弄,OK 他就,做些痴痴的事 所以你不怕 我真的覺得大家 有時候覺得,很多人的膽子都在大了一點 對我 不是這樣的 所以我說,為什麼遠東北歐都戰爭危機 有些人還說去韓國玩,去日本玩 去韓國玩,這就不好 有些人都迷韓國的,OK 韓國的食物都好吃的 我對韓國是OK的 沒有對日本那麼好 但是韓國食物是好吃的 韓國食物,基本上是好吃的 你叫我去周圍 還有韓國的獨特歷史是值得去的 有這個角度 但不是現在 哇,現在你沒有一個開片的時候 你那裡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之一 我告訴你 他現在先開片,第一個開的是南河開了 然後才到台灣 但是現在你記住 你在香港,在台灣,在韓國 全部都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其實日本都不好得很多 因為日本實吃飛彈 日本實吃東西的 差了哪個城市 當然日本有一個很強大的導彈防衛系統 但是如果他在韓國鋼射浪射的時候 你還有一個兩個地方會中的 你真的有一些導彈防衛系統 我知道現在準確很高的 其實現在九成 你看烏克蘭人就知道 但是你看烏克蘭人 你這幫俄補 在中國和伊朗協助之下 在韓國鋼射浪射 我就算我有多厲害的防空系統 除非你很密集 我就算有很密集的系統 我九成準確已經很厲害了 我告訴你九成 九成或者九成半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你仍然有個防衛系統 一樣是死傷慘重的 因為你真的很慘了 但是我沒有話說飽和攻擊而已 我說飽和攻擊而已 你守啊 我就在那邊一直溝射浪射 北韓沒有東西的 最厲害的就是溝射浪射 溝射浪射有核彈頭的那些 那些真的 但是我都這樣 後面那個中主角也是瘋的 然後你說 問他換他 那個叫普京遊戲也是瘋的 但是你不怕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說 遠東是世界最危險的地方呢 那些人去日本玩 譬如你去英國去日本玩 我真的說 你看著局勢 就是 之前我都推薦一些人 你經日本玩 再去英國 第一 沒有那麼多黑警在那裡看著你 因為你去日本玩 很多人去日本玩 第二 你去日本玩完 一轉才去英國 你這個人沒有那麼傷心的 因為你始終告別亞洲之前 很多人對日本有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加上日元低 你日本那種花花世界那種消費文化 你去玩了一個人 你才過英過英 那個人沒有那麼傷心的 OK 那個人會開心一點 但是現在這個勢 你真的看著那個狀況 因為這個金正恩也是短的 但是他短是磨到短了 是磨到短了 他個人不短的 但是他的國民已經磨到短了 其實他自己 其實我很懷疑他自己的情況都很危險 因為他都不會隔壁那些 隔壁那些隔壁那些全部虎瓜缸 那種類型的 很難的 全部虎瓜缸 怎麼搞到隔壁那些全部虎瓜缸 沒事的 我懷疑他那些高鋼的待遇已經很差了 你今晚高鋼的待遇已經很差了 就是隨時 一個高鋼平日的生活夥食 我也是講一句 你在北韓隨時就是 你有得吃已經很好了 那我吃好東西 那我吃好西 吃好西就沒有好東西 我懷疑 這樣做了所謂的好西 可能就是我們一般人的正常飯菜 跟他作為一個國家引導人 應該有的 大家支持有的帝王級待遇 是... 不是那一回事 你說到獨裁者 是不是好玩 我也是講一句 你做獨裁者 你真的有 你真的有 做到奢華享受的話 你會不會是北韓的獨裁者 你知道嗎 你在一個 一個...怎樣 在一個垃圾房上面做山寨王 你不去玩啊 你去做啊 對不對 你去做啊 你這麼喜歡在垃圾房做山寨王 你去做 但是沒有人會想在一個垃圾房裡面做山寨王的 沒有的嘛 所以... 你說現在... 金正恩會不會發邊 你要看著 就是2月8日就北韓建軍節月兵 OK 就是明天 你要看著會不會出事 如果會出事的話 就是... 狗蛇導彈 甚至是出現一些很突然間 很挑釁性的動作 大哥 我不包的 這些 什麼事都會發生的 現在 我覺得就是... 大致上你要明白就是... 美國... 由... 我都說過 我為什麼叫大家 龍爺生年水準歡 就是由這個龍爺年開始 OK 龍爺年之後 完了 2023 2024 2025 這幾年都是冰空世界的 基本上 因為這個局勢已經... 很多矛盾已經無法排解的時候 你只會... 你只能夠靠戰爭去 solve the problem Is this a problem 這個是個問題 所以... 你要去日本玩那些 你自己... 你自己... 看形勢是OK的 一來就盡早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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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神流飛機不會再速度 日本的飛機... 過英國是跨越大西洋的 現在... 乘大西洋傳走的 即是不是用俄ヨース航線 沒有... 現在他們是用俄司航線的 其實是沒有用俄司航線的人 但是對於很多地方以往裡面 你都是下跨越太平洋後 再能讓大西洋離aud так玩的 都是這樣飛 但... 你也沒有辦法的 你的行情是外了的,是外了的,是忽必烈了 但你都沒辦法,你現在這樣的形勢 遠東你看著,你看著啊 如果你純粹去日本玩那些,我就真的覺得 有些人還說三、四月去日本玩 看清楚局勢,是不是真的玩得過 你自己這麼清楚 現在的情況是中國,俄國和北韓 這幾個黏銀線國家 它裡面的政治問題是必須要靠戰爭去解決 這個是一個很必然的導號 這個已經不是我空的,但我玩到氣球流浪 氣球玩到這麼膠的時候,知道 這樣就遲早要打的 差點怎麼打,什麼時候打 那個準確時間我不能夠告訴你 我沒有水晶球,我不是美外人 但是呢,會不會打,打的機會很大 如果有人跟你說不會打那些 那些呢,那些我自己說就是 那些熱狗的就是,你幫中國做事 那些熱狗的就麻煩你回去,我自己會這樣說 OK,那好了,我今晚呢,我這一節就講到這裡 好,到了晚上,到了英美時段晚上 那我就,明天可能兩節 就是明天香港時間就要做 一節就是加拿大的救生艇 一節就應該是拜登的國情咨問那個 我也會講 所以明天有可能四節 那我先講到這裡 謝謝你 謝謝你的 視頻 谢谢观看